好来看到台北市第三选区 立委补选蓝绿 两位立委补选参选人 吴亦农和王宏威 今天不约儿童 来到民权国小参加校庆 双方在黑道势力争议上 针锋相对 而吴亦农强调 他自己已经开除了 有黑道背景的赵介佑 王宏威就说 这值得大叔特殊吗 而资深媒体人就分析了 蓝绿盘式 指出白色力量的支持 将会左右胜负 一前一后抵达民权国小 参加校庆 两位立委补选参选人 吴亦农和王宏威 才刚登记完就正面对决 民权国小的校庆 我每一年都来 我不是选举才来 那么吴亦农先生 好像应该是选举才来 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你哪一国 我们每一年都在这边 一开场就火药为农后 王宏威更指控吴亦农背后 有黑道中常委力挺 吴亦农反击是自己开除 涉入毒品诈欺等社会案件的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评委 赵集人赵映光之子赵介佑 这回蓝绿狭路相逢 再度引爆话题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会认为说 吴亦农开除赵介佑 算是他的一个政绩吗 是功劳吗 这个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吗 我再强调一次 赵介佑是我开除的 他的父亲也是在我任内 离开市党部的 事情发生之后 也是我花了时间 带领着我们市党部的同仁 好好的完成完全的盘点 国民党更想复制九合一大选 攻击民进党黑道挂钩的战略 但王宏威受到党的征召出战 面临落跑的批评 加上议员选区在松山信义区 中山区的经营成为已大弱点 自身媒体人直呼 根本是把他推入火坑 我想中山区选民对我来讲 他们应该比较陌生 因为我大概都是在松信区 在服务在跑星城 那所以我在要紧抓住这个 非常短的时间 能够希望得到中山区选民的支持 蓝绿双方各有弱势 但谁能抓住选民的心成为关键 因为这场立委选举 蓝绿争取的不仅是席次 更是攸关2024大选士气 记者刘婷云 林俊廷 SNG小组综合报道 桃源市长曾文灿的 台大硕士论文被学轮会认定抄袭 并且撤销硕士学位 对此曾文灿今天坦然面对审议结果 而且再次向大众来致歉 强调在职专班是为了拓展个人视野 没有抄袭的意图 更重申论文是自己写的 而不是代写 不过现在民进党面临这个败选检讨 是否会冲击整个中生代的布局 他没有正面回应 只强调证悟的事情是辅根院的事 小朋友送上鲜花 桃源市长郑文灿笑容藏不住 参加教保人员表扬大会 不忘重申教育的重要性 各幼教机构在桃源成长的阶段 扮演了年轻家庭 最好的伙伴的角色 教育的投资是绝对有值得的 但最近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 郑文灿甚至被台大撤销硕士学位 国民党讽刺 这其实不是做了最快的深教 我觉得蔡总统 你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向全民道歉 说为了前面为了选举 他乱挺 家庭 没有是非 甚至攻击我们的母校 那当时的国发所并没有要求 做这个相似性软体的比对 瑕疵形成的原因是当时 时间较短 或者资料较多 没有做这个辅助 那这不是抄袭 当时就在书面跟口头 都向学轮会致歉 否认抄袭两字 郑文灿强调是文献 引述不当的写作瑕疵 愿意承担道歉 更从事没有找枪手的疑虑 全部都是自己完成 但民进党正逢败选检讨 这场终生在准备接班 也让被寄予厚望的郑文灿 面临窘境 总统 那个郑文灿的这个学历 好像那个论文又出现一些状况 学术的事情 我会坦然面对 那我至于其他的事情 就其他事情来讨论 内阁是属于政务的事情 政务部分 当然是府跟院的事情 没有正面回应 至于当时的口试委员林家龙 也发声明表示 涉及个人学术伦理 及规范的问题 应该回归既有机制处理 但面临执意声浪 还想学术归学术 政治归政治 恐怕先打乱绿营布局 记得吕正宁 解释书桃源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